2024国际泛亚竞跑活动参与者 涉嫌穿着不当和暴露面对警方调查 身为主办方的新山解脱会解释 参与者绝对没有企图推广性少数文化的动机 但是承认确实忽略了参赛者的穿着问题 另外如佛总警长古马证实 警方已经针对这次事件逮捕了三个人 包括两名外籍人士和一名本地人 非政府组织为慈善筹款举行一跑 却掀起着装争议 由于有参加竞跑者衣着暴露有伤风化 如佛警方昨晚到酒店 逮捕一名本地男子和两名外籍男子住查 被捕的三人年龄介于39到70岁 警方还查获了和活动有关的服装和道具 包括一套红色沙粒 一条红色裙子 三块银色硬纸板和一根银色纺织长毛 警方指出尿检结果显示 被逮捕的三人并没有使用任何毒品 也没有犯罪记录 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 他们是以个人身份参加活动 并不代表活动主办方或是浸跑活动本身 警方援引1955年 轻微罪行法令114条文 做出不雅行为 以及刑事法典294 在公共场所做出猥亵行为条文 对此案展开调查 另一方面 浸跑主办单位新山截图会指出 参与者并非为了推广 或支持性少数群体才穿上异性服装 主办方也承认 他们专注于确保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但却忽略了参与者的穿主问题 新山截图会主席马真达兰也强调 这次跑步活动纯粹是为了娱乐和慈善 浸跑活动成功筹集1万令吉 这笔善款将通过新山一家协会 捐赠给患有痙攣性四肢瘫痪脑瘫的儿童 此外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拿督纳因莫达促请各界 尊重和理解穆斯林的敏感性 避免主办任何可能引发争议和损害 伊斯兰主权的活动 他指出该部全力支持柔佛州政府 要求警方彻查 以及对事件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立场 纳因认为各方必须让执法当局彻查案件 这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团结 和谐与繁荣昌盛